从业界找来过智辉 本来对核电的态度是比较开放 但后来急转弯 外界看来他是得罪绿营的 非核的基本教育派 但立委王鸿威表示 不只是得罪了 还得罪了绿能的云豹得力派 来看国会大现场 国会大现场 让专业的来讲 今天邀请到的是立委王鸿威 委员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委员你昨天点书有特别提到一个 因为最近大家真的是天气真的太热了 大家都会很怕说 会不会轮到我自己上班的地方 突然跳电或是回家的时候 突然就没电了 大家最怕这件事情 但是你后来有发现说 郭智辉他虽然经济部长郭智辉 他虽然能源政策的主张 看起来他可能应该是所谓的永和派 但是又受制于民进党压力 所以他又会这样摇摆摇摆摇摆 你后来发现说 他可能不是得罪民进党的 基本教育派这个部分 没有错 因为大家会发现 原来的这个郭智辉 基本上他对于核能 事实上是采取开放的态度 而且对于核电要不要研议 他也都是说 这个立法院如果修法的话 他也可以去评估 可是没有想到很快的 就是一顿饭的时间 就是当民进党的立委 跟这些阁员吃饭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教训他 让他不能这样随便乱讲话 而且不能时问时答 所以后来郭智辉 整个对于核电研议 甚至核能政策 立刻的就出现了法夹弯 那么完全的去配合 非核家园的说法 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 对外说是没有停电的问题 大家都觉得说 郭智辉为什么突然转性了呢 而且你原来是企业界出身 照理说你应该是 跟企业界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为什么最后 现在又去拥抱 非核家园的政策 那么很多人那时候以为说 他是不是得罪了 民进党内的基本交易派 可是大家现在看到 这个云豹能源这支上市的标股 因为你会发现 他从六月中旬 他上市之后 现在的股价几乎是翻倍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云豹的这个标法 就想到当年的高端 高端不就是如此吗 当时政府呢 挡疫苗挡BNT 而造成高端的一个标涨 那么现在看起来又是如法炮制 同样的轨迹 也就是是不是现在政府又开始打核能 党核电研议 然后造成云豹的股价 可以一路的飙涨 所以事实上 郭志辉你今天得罪的 并不是基本交易派而已 你反而得罪的是 民进党内其实是一个云豹得力派 因为如果政府改悬议策 改为去拥抱核电 改为让核电研议的话 那么云豹的价值在哪里呢 对嘛 如果你的目标价还没有达成 怎么可以去松口 说改为去拥抱核电呢 不过郭志辉他到底得罪的 除了可能有基本交易派 可能有云豹派之外 他对于民众这边 是不是又有得罪了 因为最近一直跳电 一直跳电这件事情 那他的说法很多 他以下就是说 是不是媒体报道的太多 那以下又说是不是 其实比过去少了蛮多的 只是说大家一直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委员您怎么看 他在背询的时候 针对所谓的 他们现在那个定调说 绝对没有缺点 只是跳电 不知道您怎么看 他这样各种的说法 其实我觉得对郭志辉来说 您也辛苦了 部长你辛苦了 因为你要怎么拗呢 实在是很困难 记不记得他前一阵子 世上也引起社会哗然 他说这个有关于用电的问题 那家里不需要 每一台冷气都要开开 对不对 大家可以节省用电 那么也不需要 有两个房间 不需要两个房间都开冷气 大家会觉得说 现在你到底是什么状况 那么包含我们洋秋英伟还说 你们家到底装多少台冷气 你们家开多少台冷气的 这个用电量呢 那么现在他又来讲说 其实啊缺电没有那么严重啦 实在是你们媒体爆的太多了 媒体爆的太多 所以大家还觉得好像有缺电 事实上呢 缺电的频率是下降的 此话一说 大家又觉得 你是不食人间烟火吗 所以我觉得郭志辉 他现在为了要阴凹 看起来他其实呢 就是呢 就是这个说的理由的 就是千奇百贵 而且呢 他如果说是因为媒体太多 报道的太多才有缺电的状况 那现在是怎么样呢 我们过去缺电的时候 一下子是怪小动物 一下子是怪大雷雨 现在是怎样又怪到媒体增上吗 是因为媒体让这个我们 变成面临到这个缺电 是因为媒体让松山机场缺电 是因为媒体让这个 布陶医院这个跳电的吗 所以这种说法真的非常非常狭 那这也代表郭志辉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口不择言 心口不一的一个地步了 如果我们跑绿营的记者 现在在谈论一件事 到底是郭志辉部长先离职 还是这个副召集人 佟子贤会先离职 因为他们两个人 对于能源政策的立场 多多少少有时候都会 跟这个现在的赖政府有些不同 我若是他们两个人的话 我早就全部该走路了 不要跟你玩了嘛 因为你们就名玩不灵 不过这两个位置有点不一样 因为经济部长终究在体制内 那至于就是总统府的 这个委员会的副召集人 他终究同此先是 以民间人士去担任 他没有一个正式的官职 那么也没有赋予一个 在法定上的行政权 所以你看到郭志辉 就被绑手绑脚啊 一下子想讲 一下子又不敢讲 然后一下子又讲得奇奇怪怪 那我自己本身 我那时候很早的时候 大概一个月前 这个质询的时候 我就问郭志辉 你能做多久 他当时还很天真 他还告诉大家说 是不是要做四年 后来我想说 你很快就震亡了 我想可能会很快的 被我不幸而言重吧 好 今天非常谢谢洪辉姐 跟我们的分析 谢谢洪辉姐 好 我可以听到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说自己会不会突然就没有电可用 尤其现在天气这么的热 这个突然没有冷气 吹个十分钟半个小时 基本上大家可能就已经受不了了 那对于现在电到底会是怎么样呢 这也就是经济部长郭志辉 一个非常大的讨厌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会大现场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肌能 这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适量 缘分别 喝大声 你必须 有点 感谢观看